六十四 大公報 亞者華麗轉身獲敬歌獎項 2015年7月13日娛樂B01大公報信 記者吳珊珊報導 敬歌今曲優秀選第一回前晚在電視成員滿舉行 汪明傳 亞者 憑華麗轉身相隔近三十年再獲敬歌獎項 而吳若熙則有兩首歌獲獎 成績最為突出 其他得獎的歌手橫有泳儀及周柏濠等 亞者笑然已忘記上次拿敬歌獎是何時 優秀選也是第一次獲獎 問亞者會否再出唱片 他直然現在做歌手出唱片很難 今次都是唱劇集的歌曲 至於會否各族及出席年尾的音樂頒獎禮 他未然之上早 亦未知有否時間參與 雖然闊別勁歌多年 但亞者亦認識一些新一代歌手 更贊他們各有特色 吳若熙年奪良獎比亞者更厲害 他笑然多謝TVB的劇集 問到會否若非文男友溫家偉一起慶祝 他表示大家都忙拍劇 未知對方有否時間 前日他為葉翠翠做姊妹 晚上再趕來領獎 對於在婚宴中逃離開 他笑然自己也想搶花球 但為工作也沒法子 他笑道 我有跟其他姊妹說 如果他們搶到花球要多謝我 因少了我去爭 問他可恨的 他坦然見到翠翠覺得好幸福 也有憧憬自己將來結婚會怎樣 而翠翠爸爸致辭時哭了 令他狠感動和羨慕 穎兒憑擋不住的風情一曲獲獎 他表示會繼續赤腳演繹此曲 但一頭金髮稍後就會轉色 不過未知轉什麼顏色 他說 髮型師說我頭髮偏乾小頭油 要我三、四日不洗頭 你忍受到不洗頭 我會趁少工作時不洗 且髮型師吸了香味產品我用 另外 盛存在韓國得罪當地大佬 早已被扣兩個月的羅軍門 前晚重返主持崗位 但就刻意被開傳媒未有接受訪問